欢迎来到小韩说故事 小韩带来向风而行翻外制作时 第十至十二集 程骁跟顾南亭上了楼 今天是一间楼层较低的普通大床房 窗外是城景 不对江景 这就像他所认知的公司标准了 城机长 怕你告到纪委去 给你检查 这才是公司标准 顾南亭打去说 渣男和这昨晚的都是蓄谋 看来城机长更喜欢昨天那间 混蛋 昨天程骁跟着机组回协议酒店的时候 顾南亭三人到这家酒店办入住 徐策第一个说他自费升级套房 让太太住得舒服些 江涛没有要求 办了入住 顾南亭最后一个 也自费升级了一天 安顿之后 程骁打开订房 即时退掉 当天22点 为办理入住都可退的酒店 怪不得都说这种事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网友成不起我 洗漱过后 程骁围着一斤站在镜子前 左手边是他自己带来的卡通睡衣 右手边是前一晚没有用上的绸缎睡衣 丝滑的料子在掌心滑过 抓住 在身上浅浅笔划一下 又放下 来到这个房间 程骁看明白了顾南亭前一天的安排 每一步都是算计 公司是不会给出差人员安排这么好的房间的 酒店房间里也不会有品牌的洗漱用品 更别说欲求这种东西 他用心 也有心 他该心知肚明 却视而不见 程骁有想过他是不是有饮食男女的劣根性 但当最简单的验证方法 换个人试试 摆在他面前 他完全无法想象的出来 更别说去做 顾南亭是个好对象 他是男的他又不亏 等他想明白或者道德感到来之前 先这样吧 他在他面前也早该过了装模作样的阶段 摸摸滑溜的绸缎 其实这种这么滑的吊带 像他这种睡觉动来动去不安分的 多翻几次身有时候会卷上去 不是太好用 绸缎他也有 是长袖的扭扣衫 舒服又好用 但他喜欢这种的话 他也可以陪他玩玩 反正不习惯身边多了个人 他都睡得不是特别沉 右手边的三件套拿起 穿上 程骁没有再像过第一次那样 没清没重的了 没有酒精催化让人掌握更多技巧 他不厌其烦地提醒他轻点 也小心翼翼不给他留下痕迹 收起爪牙 每一口都只是轻轻的 程骁 我们 别说话 他不想跟他讨论任何需要理性 道德的事 享受当下的同时 他理性得得很 他试图激起他 按部就班之下 发自内心的情感 然而没有 顾南婷觉得 现在的情况就是 即便他愿意跟他讨论 床等于上等于的技巧 也只是把他当成排解寂寞的好对象 清醒的程骁 清醒的不会对他敞开心扉 是他之前仰仗他的喜欢而忘了 程骁是什么样的人 意志不坚定的 办事不果断的 又怎么当得了机长 他或许对他还是有点喜欢的 但不再是用心的那种喜欢 结束之后 程骁把睡衣穿好 转过身跟他友好的平均分配床铺 一人一边 互不干扰 天亮了 程骁没有一丝留恋地离开了被窝 走之前还给他盖好了被子 说他无情吧 他挺关心人的 说他有情吧 没有 这一点让他挫败 我送你下去 不用 你送我这不是把八卦送到别人嘴里吗 你在睡会儿 我今天去赶早市看看 好好工作欧顾部长 程骁走了 顾南婷知道 他是怕遇到徐策或者江涛 提早错峰离开酒店 程骁不是来深城玩的 到了场馆开放时间 他就回来了 不同于前一天和高晴一起 更多偏向打卡机游 他今天把每一个相关的技术介绍和展示 都认认真真的看了 拿了个笔记本寄了很多 太过专心忘了关注顾南婷他们休会的时候 在一个岔路口上 差点撞上三位领导 还好应该只有顾南婷一个人看到他 他第一时间用资料宣传单挡住脸 溜进与他们行进方向相反的路口 晚上 徐策依旧是陪太太 顾南婷依旧是陪他 到了人山人海的江边吹风 人多的时候他牵住他的手 在下一个人少的路口会被轻轻挣脱开来 在漫无目的的闲逛中 程骁加了一个导航要去的目的地 到了店里 顾南婷认的这个牌子 来买什么 香薰 程骁在样品区左闻闻 右闻闻 最后选中一个矿香石加精油的组合 我猜你应该会喜欢这个味道 程骁拿起样品凑到他跟前 这跟你买的玉球是同一个牌子 太明显了呀 顾南婷 所以他是在调侃他 还是在调戏他 打车回酒店 坐车期间顾南婷接了个电话 是徐策要他发一份资料 到了房间顾南婷来到书桌打开电脑 完成徐总刚刚给他交代的工作 程骁找出洗漱包之后准备洗澡 发现花洒里放出来的水不热 重新出来没打扰认真工作的男人 他打给了前台报修 十分钟后 门铃响了 程骁觉得是来修热水的 看也没看就去开了门 完了 他能不能关上到没看到 请解 对方也冷了一下 很快恢复 说明来意 老徐说还给顾部长的 给你 高晴递过来一个黑色充电宝 点点头便告辞 等等 请解 那个 程骁追出走廊两步 说到您能不能不跟徐总说 我在这里 此时顾南婷见程骁开了门这么久 不知道干什么 也到了门口 他看到高晴倒是一点也没有被撞破的窘迫 情节晚上好 顾部长 我帮老徐来还充电宝高晴直指程骁手里的充电宝 右转安抚程骁放心吧 我不会说 但老徐不是古板的人 不用这么怕他 高晴走了 工程队派人来了 三下五除二解决了热水的问题 顾部长 你都不怕徐总发现吗 坐在床尾 把充电宝左手倒右手 程骁直言问 倒真不怕 发现了 你得对我负责 洗完澡出来 程骁的手机刚好响了 来电显示 在书桌刚合上电脑的顾南亭 听着铃声响了许久都没人接 寻声看去 程骁神情为难地看着屏幕 给他空间 顾南亭自觉进了浴室洗漱 顾南亭出来的时候 程骁挨着个枕头 靠坐在床头对着手机发呆 被子也不知道盖 将被子扯出出来盖在他的腿上 自己从另一边坐到他身边 他这神情就跟告诉他停飞的时候一样 怎么了 家里来电话 方律师又给我下通牒了 程骁叹着气说道 看着程骁摇着脑袋歪着头 顾南亭轻轻挪过去 贴着他的手臂坐好 程骁的头一摇一撞 就撞他肩上 稍稍侧头离开 又重新靠了上去 程骁自己大概没有意识到 这是他第一次 无关何而莽 愿意挨着他 顾南亭小心翼的调整 让他靠得更舒服些 律师 什么通牒 他不清楚他家里的情况 方律师是我妈 你是不知道 我妈每次打给我就只有两个主题 辞职 相亲 程骁摆着手指头说道 程骁忽然坐起 顾南亭又见雾地失了重量 当他以为他反应过来 又要跟他储合汉戒的时候 程骁只是翻了个身 往反方向伸出手去 把手机放在了床头柜上 又拉好被子 重新靠到他的肩上 两人往下挪了挪 他的头发蹭着他的下巴和脖子 痒痒的 他靠过来 暖暖的 滑滑的 软软的 回归对话内容 他刚刚说的相亲可以理解 辞职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辞职 我妈从我大学田志愿开始 就不喜欢我当飞行员 她自己也从来不坐飞机 原因呢 不安全 飞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交通工具 没有之一 这句话到今时今日 都是经得起考验的绝对道理 你妈妈 这是恐飞的一种吧 应该是 但每次想问原因 她又拒绝沟通 到最后都是大吵一场 我心都累了 所以大学之后 我就很少在节假日回家 顾南亭自己也曾有过一段 无法进入驾驶舱的时期 那是心理疾病 她妈妈如果真的恐飞到 连别人飞也不行 那会不会也是一种病 心病需要找到源头 面对 克服 才能治愈 顾南亭正想多问两句辞职这个话题 程潇自己先转入了下一个频道 还有这个相亲 听她的语气 恨不得等我到了青岛 就直接抓我去民政局 有对象了 好几个 都是能直接领证的条件 她妈妈再不讲道理 也不会拿她的后半辈子开玩笑 顾南亭知道 程潇说的是气话 右手绕过她肩落到她的头上 轻轻安抚 那我怎么样 你 我妈不会喜欢你的 本来就想好程潇不会答应 但她回绝得那么干脆 倒是让她有些打击 她自问是陶长辈喜欢的类型 再说她的条件就这么不济 为什么 你是个飞行员 顾南亭 这就是你在方律师那的原罪 程潇把头抬起来 一点点看着她说 语气带点调皮 像在恭喜她 他们获得了方律师的同一条罪名 她好像很喜欢将她列作同谋 例如刚刚她说不怕撞破之后 她现在便开心亲近了一些 程潇说完 又重新躺好 手臂横过轻轻搂上她的腰 你都不知道 我爸自作主张说我有男朋友 原形是战哥 我妈通牒说如果我月底前再不回青岛 她就要来陆州 你说我要不要跟战哥说请她帮忙 听她提到倪战 顾南亭搭在她肩头上的右手一紧 左手寻到她轻放在她左腰上的小手 千好 我觉得你们一家人不应该用谎言解释误会 不如坐下来好好谈谈 你妈妈到底为什么觉得飞行不安全 航空事故率远低于世界上任何一种交通工具 这不只是认知 更是事实 你妈妈是个律师 当一个律师连事实证据都不予采纳的时候 我想你应该多关心背后的原因 道理谁不懂 但每次说不到几句又吵起来 或许可以让我试试 你 承骁用手肘撑着身子 换了个方向趴起来 顾教员是想用你对学员那套教育技巧 洗脑我妈 没用的 方律师在亭上大厦四方 油烟不尽 你是他女儿 不是当事人 有区别吗 有 我就不能用真诚感动你妈 什么真诚 我喜欢你 承骁 我的诚意相信你妈妈是能感受得到的 不是 正说着严肃的话题呢 他这随时表白的毛病 跟谁学的 再说吧 再讨论下去 这件事今天晚上也不会有结果 承骁翻身坐起来到床头柜的位置关灯 再转回来软乎乎的小手在他睡一下延伸进去 被顾南婷捞出来放回外面 心情不好就别想其他的 好好睡一觉顾南婷说 承骁轻笑 他是怎么做到清纯和娴熟自由切换的 他真的很体谅 好 不过 不过什么 我想喝水 我去到 嘻嘻 他现在有点爱看他现殷勤了 喝过水重新躺好 承骁自觉在他怀里找了个位置 晚安 晚安 对了 等等到晚安后不足五秒 顾南婷轻摇将他唤醒 博览会不能白来 回去之后你交一份学习心得报告 说说这两天学到的 在报告中要体现至少三点应用到现阶段录行的可行性分析和方案 需要资料的话 我可以给你 忍住发火的冲动 这一刻 承骁无比想让他下去 或许他应该再去开一间房 收到 谢谢 夜深了 今天一大早赶了个早湿的承骁 很快睡着了 看着他的脑袋 顾南婷很安心 这是他们第一次躺在一张床上 却什么也没有做 也是第一次挨着睡 之前承骁心里对他筑起高墙 那时结束之后都是翻脸不认人 借他一半床铺背着睡 河水不犯井水 如今他愿意主动靠近 真好 次日 他们开始各自忙碌 前一晚 态度有所软化的承骁 并没有软化到直接接受顾南婷的程度 他没有跟他一起吃酒店的自助早餐 但也没有一早就出门离开 顾南婷有既定的工作安排 他出门早 承骁则等他们会议开始之后 慢悠悠地下楼赶个早餐的末班车 遇到落单的高情 承骁自如地打招呼 今天不紧张了 如他所说 万一许总真的知道了 他负责就是 早餐后 承骁又回到展览场馆里做作业 今天要认认真真的 将顾教员布置的学习新的报告完成 不能白来啊 成机长 加油 顾南婷出差回来 需要处理堆积的工作 又过了几天 顾南婷才有时间找承骁 自带厨艺和礼物 顾南婷感谢自己 虽然不会打桌球 但有做饭这门更加用得上的手艺 尽管成销会泼他冷水 你不需要做这些的他 抱胸靠在厨房门口跟他说 我自己也要吃饭点燃炉火 他回应道 饭后 两人一起到沙发 看他拿来的环保袋里的东西 一个大盒子是前几天博览会的纪念品 特殊涂装的深程航空737飞机模型 你舍得把它给我呀 这种纪念版涂装量产很少 每一次都是绝版 反正放你这里也是一样 除了模型盒子 环保袋里面还有一个四四方方的盒子 承骁拿了出来 摄像头 一个女孩子助你又经常出差 门口装个监控好一点 顾南婷从他手里把盒子拿过来拆包装 承骁回忆他是不是跟他吐槽过什么 但回忆不起来了 顾南婷把摄像头主机下方的引导下载 iPad二维码给承骁扫 让他自己绑定 然后到门口去看如何走线接电源和安装 你这快递又是丢门口的 必要时就可以回看 我家也装这个品牌 行 谢谢啊 两人又看了会儿电视聊了会儿天 顾南婷主动把家务一类的做了 承骁就在沙发上看着 想客气客气 今天又实在懒得动 肚子坠坠的 长长的 行了 那些别收拾了 桌子存在就是为了放东西的吗 你别当驾驶舱一样 目之所及都要清空啊 没有人看的电视剧播放完一集 提示时间不早 外面又下雨了 鹿州最近喜欢低里搭搭下雨 是呼呼的 玻璃被接回客厅里 承骁拖着不是很利索的身子 起来伸了个懒腰 我下个星期飞巴黎 会待几天 你有没有什么要买的 护机长还干代购啊 他说的话懒懒的 有些困乏 让人很想揉揉他的头 叫他去睡觉 承机长有很多面 砖断的 利落的 霸道的 可爱的 顺手的是 行啊 回头我给你发个清单 就怕你看不懂 我努力 顾南婷把能在他这里耗时间的事情都做完了 以他现在的身份 承骁不发话 似乎也找不到理由单纯待着 他拿起外套 往门口方向走 承骁也跟着在后面 鞋穿好 脱鞋放好 转身 承骁知道自己有时候说话不好听 他总是怕自己陷入感动 吃了一颗糖 就要刺一根针 但他都瘦了 而后再接再厉 他在这段关系里一开始是被动的 到现在半推半就甚至掌握主动权 也是他让给他的 他有点慢慢开始想相信他的诚意 顾南婷开门之前 承骁顺从了内心 说顾南婷 我今晚不方便 但你要不要留下来 盖被子纯睡觉 他发现自己渐渐也能习惯身边多个人 第二天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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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钟响了 承骁下意识伸手去摸床头柜 还没摸到手机 手臂便被人捞了回来放回被窝里 闹钟的声音也没了 迷迷糊糊间身边的重量轻了 他耳边有人在说话 我去买早餐 你在睡会儿 几点了 七点不到 嗯 调这么早的闹钟 他是要上天哪 备用钥匙在哪 我回来自己开门 提高八度表示疑问 这会儿跟他说话 都是过耳朵不过脑子 备用钥匙 我出去买早餐 嗯 在客厅的兔子里面 别再吵了 让他睡个回笼觉 好 你睡吧 按照承销之前的指示 到了更远的早餐店买早餐 回来的时候遇到对门的赵阿姨出门 嘿 小伙子 又见面了 阿姨早 早 你 是小程的同事吧 阿姨看你就特别投缘 你 小程说你没有女朋友吧 一大早见到个只有一面之缘的人 在开对面的房门 还能问这么私人的问题的 赵阿姨是射牛无疑 她是这样说的 年轻人嘛 阿姨很开明的 是这样的阿姨 她还没答应我 我还得再努努力 顾南亭进屋的时候 听到浴室里有刷牙的声音 铺好早餐之后 时间刚刚好 她又买了两杯豆浆 先拿一杯放在她面前 无糖的 可我今天想喝甜的 又拿出一杯放在她面前 正常糖的 可这样会胖 承霄故意豆她 你先喝一口 等承霄把无糖的豆浆喝了一口 腾出杯子里的空间 顾南亭将有糖的倒过去买上 又用同样的方式 用两个杯子来回倒了几次 半糖的 成机长还满意吗 细细 满意 顾南亭飞上航线去了 承霄基本以当天往返的短航线飞行为主 有时候跟夏至一起没航班 还能在工作日错峰逛街 来到一家有买内衣库也有卖睡衣居家服的店 夏至看到袜子打折 就说进去挑几双 夏至挤进去折扣去挑了 承霄在外围随便逛逛 这家店甜甜的粉红色设计风格给人很舒服很治愈的感觉 看了看瑜伽内衣 又摸了摸居家外套来到他平时都不会看的货架前面 绸缎的吊带搭配直到大腿根部的短裤 再加一件滑溜的动作大一点都会溜间的外搭 承霄觉得这种衣服与其说是睡衣倒不如说是一种情趣 伸手摸了摸珊瑚粉色的样衣 软软的滑滑的料子 款式比现在躺在他衣柜里那件藏蓝色的活泼一些 他上次好像还挺喜欢拆这种的 丁 手机微信弹出信息 是顾南亭发来的一张照片 几个不同大小的棕色瓶子 上面是法文 厉害呀 顾南亭出发之前 承霄给了代购清单 女生用的瓶瓶罐罐 还是法国本土的设计师品牌 独一家店 以为他不容易找 现在看这些他自己都不是太认得的瓶子 他用心了 就在承霄回复着 下至买好过来了 肖肖 买好了 嗯 下至手里拿着一个小袋子 看承霄这微信回得嘴角都快咧到耳朵去了 又停留在这个情趣等一家内衣的货价钱 这段时间他一直都觉得承霄的状态有改变 虽抓不到证据 但女人的第六感是很准的 肖肖 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啊 没有啊 没有 你给谁发微信呢 法国代购 你要不要 承霄甚至勇敢地跟他晃了谎对话框 宋小妮 整天在家里显摆要飞法国 我买穷他 对哦 宋宋跟顾南亭是一个机组 他都差点忘了 哎 别扯开话题 你少骗我 我之前就觉得你不对劲 现在是干嘛呢干嘛呢 下至指着他身后 承霄回头视线落到那件粉色吊带衫 解释到就看看 我又不买 真没有 看着下至扁嘴委屈的模样 承霄松口 好啦 我坦白 是有这么个人 但我还没想好要不要接受他 可以呀 萧萧 什么人 我认识吗 爱爱呀 等我真有男朋友了 一定跟你说 那你这还买吗 这套不错呀 以后用得上 去去去 走啦 去吃饭 屎 优优独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